新史中的俄军坦克突然爆炸,巨大火球浓烟狂寸 乌克兰军方最新公布,俄军坦克被炸毁了瞬间 乌军在北东南空中防御升级,展开绝地大反攻 乌军空中战力展开压制,北约估算过去一个月来 俄军包括阵亡或受伤或被俘虏多达4万元 俄军行同惨败,乌军在南北重镇,赫尔松和哈尔科夫强力反击 基辅竞交要赛,马可利夫和伊尔平也夺回逆转阵局 战争一打就是一个月,俄罗斯原本以为的速战速决,结果却是赔上自己人 无军坐镇,虚拟世界也动员,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费多罗夫耗着网军进攻,目前多达31万 和俄罗斯大达网路战 乌克兰IT大军目标包括俄罗斯政府银行和外汇交易所等网站 透过渗透检查系统漏洞,要借此贪贯俄罗斯经济 TVBS新闻中文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,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